大家好 每到中秋过后呢 我们的大山里啊 一天就比一天要冷了 你看现在外套都已经披上了 每到这个时候呢 这张嘴啊 就有点长了 就想吃一点热心的食物 火腿 因为我家这个安置房 没办法养猪 所以我每年都到我家 大舅啊 或者是大姨家 搞一头猪 然后呢 让他们帮我腌个火腿 所以今天我们呢 准备去大姨家 把那个腌了 晒了差不多有一年的火腿 给他拿回来 切了 炖 炖的吃掉 是吧 说到火腿 为什么每次要到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火腿嘛 像我们这个南方地区啊 就是说什么呢 比较湿冷 所以那火腿呢 一般不太好保存 餐衣呢什么比较多 容易伸趋 所以呢 如果你拿来太早的话啊 你切开过后 那时候还有苍蝇 不好保存 如果放在冰箱里呢 那个味道呢 不不鲜 所以每一年呢 都要等到这个天凉的时候 中秋过后再去拿 好 去看看后天腌的怎么样啊 到时候切开看看 有多大 好 走 吃货啊 看什么上车啊 不就你想吃吗 走 走 口水之流啊 去拿火腿去喽 这蔚蓝的天空 如此辽远的房间 此刻的美丽绕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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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桥 流水 人家 开了20分钟车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 那我这个大姨家 就是那个那边第一家 你看 他们这边 今年这个笋呢 大年呢 我们我们家是小年 所以今年挖笋呢 可以到这里来挖 这里呢 和我们村呢 是同一个乡镇啊 复西乡 看看 云上茶香 毛峰之乡 复西啊 茶叶特别多 黄山毛峰的发源地啊 也是核心厂区 啊 应该火腿呢 一般是晾在那个楼上的 到楼上去看一下火腿 上楼看一看 哎 在这里面 看到没有 这个 这个火腿 这个厨子里面啊 放火腿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个餐饮呢 什么的 你看他进不了了 都说到里面啊 乖乖这是富贵人家 哇 一个火腿 谁家有火腿就有钱呢 一千多块钱呢 一个火腿 你看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火腿 好富有啊 七个火腿啊 不全是大姨家的 所以呢 都现在分不清了 谁是谁的了 哎呀 反正都是姐妹 自家姐妹家的 那不一样 有些大猪有些小猪 二十二十一千多块钱 二十二十一千多块钱 这种土火腿 差不多了五十五十多块钱 一个火腿的话一千 一千多块钱 一千多块钱 这都是一万多块钱啊 那是 这富有啊 五十七块钱一斤大姨说 好 好 经过了这个大姨父的拆开过后 这个标识 你看 做的有标识的 这个是别人家的 这个是我家的 所以呢 是他家的粥 这个毛 你看看 就毛了就好了 你看 他这个火腿房里面真的是 这个是 哦 比较透气的 你看 这边也做了沙穿的 你看 这个都是沙穿门的 透气 而且干燥 起 给你吃 坐 先拿下去看看 你看看 好多城里人 他不懂啊 他觉得 哇塞 这个在发霉了 有霉菌能吃吗 其实这种霉呢是越多越好 他生了一个霉过后呢 这个表面 那他就不会伸蛆 不然的话这个蛆就会钻进去了 你看看 说明这个还是很硬实的啊 压的 切硬的 你应该挺麻烦的 辛苦了 来 撑一下 这个火腿是24斤6两 你打50块钱一斤的话 也1000多了 我现在还挺富有啊 我有火腿 真的是 我多富有 很多人呢 经常去这个农村里面 收那个火腿啊 其实竟然会收到那些不好的 因为有的身躯这里面你根本看不出来 是的 教他一个办法 就是有些人说什么呢 他就搞根筷子 从这里插进去 然后呢 在这里用嘴巴去试味道 如果里面的味道不好呢 或者是大呢 或咸的话 他这个可以舔出来 嗯 这是个办法 身躯的话呢 肉质这个味道香气是没有的 看腿看腿 先切一刀 看看是什么情况 哇 这里面还挺好的 你看这个瘦肉 肥肉 皮 这个 是有点肥啊 农村里的猪没有办法 他就是肥了 养殖时间长了 嗯 嗯 嗯 好香哦 真的 看好漂亮 让我闻一下 嗯 哎呀 我现在咬一口 哇塞 哇塞 你往这边吃 你看看 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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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这一顿 这一个腿下都没有了 多三次就吃完了 啊 哇 这一块好肉 一个20多斤的火腿 这里就分掉了差不多一个火腿的五分之一了 因为前面那一段是不能要的 还有一些皮啊要削掉了啊 不过还真的是 挺香的 看着挺诱人 赶紧回到镇上 啊 两个小孩要放学了 炖点 炖点什么呢 炖点豆腐啊 冬瓜 黄豆啊 还有什么都可以 好 赶紧的 放在放锅上蒸也是挺好吃的 片成一片片的放在饭上蒸也是挺好吃的 好 然后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 好吧 走了